还有另外一个对手系的就是Ella 人家女子天团 在舞台上面活力四射 可是要洗尽千华变成一个老师 你在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过程当中 你给了他什么助攻 因为你在电影前面你是大前辈 如果你是小巨蛋他可能是你前辈 其实我认为演绎这个工作 不管是唱歌也好 不管是演戏也好 都是同样是付出情感的工作 那我觉得唱歌唱得好的人 演戏都不会差 演戏如果你表现不错的人 你唱歌也不见得会难听 因为我们都有付出 都是那种很容易把自己情感付出的人 我觉得Ella是很难认可贵 是她以目形象都一直是在那样子的 开朗 开朗 然后热情 热情 然后试着要让大家快乐的那种角色 但是她在戏里面 我觉得她是做足了很多的功课 那我也蛮意外就是说她的表现 其实我自己也很有很多的时候是被她打动的 然后包括有一场戏她骂我 然后我是当下我是真的是被她骂得有点 我真的没办法缓口 如果你们真的为了孩子好 就不应该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指挥 跟一个下学习就不在的代课老师 来带这群不一定上得了来合唱的 因为她就是在那个状态 又不是戏事 因为我是没办法缓口 我是真的被她念头 我没办法缓口 就是她完全进入到状态里面 是 所以我还蛮 蛮对她另眼相看 对 你有事会跟她讨论是因为平行 没有机会骂老公 所以 找个地方发泄 不是他们夫妻感情也很好 很耐耐在片场 片场比较少看到姐夫 但是我们最近在宣传的时候 都有看到他们互动都觉得 会撒糖吗 嗯 糖浆 糖浆 反正她不在现场 对 Ella看到在下面留言喔 马思翔在你知道这部片 其实你在里面饰演 那个原型是马彼得校长 是 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您的父亲也是马校长 对 对 两位马校长对于你的生命 跟你的这个表演当中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父亲很早就去世 就是 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有个缺憾 就是没有父亲这个背影 可以跟随着 但是还好 像是一个模范 或者典范的那种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一个 对可以让你跟着他身影背后这样走 但是我比较 我比较幸运的是我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导演 比如说小弟老师 魏德森导演等等 他们都充当了那个角色可以让我不至于走歪路这样 那当我知道要接马校长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开心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常常会到我父亲的学校 然后看到我父亲如何跟那群孩子们 就是他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他是怎么样跟那群孩子们互动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开心是 好像我也可以借由这个角色更贴近我父亲 也许戏里面的呈现 除了马校长之外 还有我爸爸这个马校长 也一起都被呈现出来 好像是这样子 那你说 当然原型的马校长 其实他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那种不用动 就可以让人家感动的那种人 是当然我在跟他 在碰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有稍微抓他一些 元素跟精髓进来